咱们放在关于 当时的那个特定的处境底下 来加以分析的话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 从关于个人来说 如果他选择杀了曹操 那就违背了他做人的基本准则 他会愧疚终身 而他放着曹操 对他自己来说 这是徒知恩徒报 可以问心无愧 古人有一种说法 叫事为知己者死 如果杀曹操 那么人们会说 曹操以国事一般的待遇 对待你 那么尊重你 不杀你 还那么尊重你 甚至不因为你过五官 斩六将我来杀你 不会的 我就放你走了 该放你走我就放你走 这真的是有恩的 有大恩与关于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曹操可以称是关于的知己 那么这个时候你杀了曹操 就等于是杀了知己 这血性男子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吗 曹操对你是人至义尽的 连顾五官斩六将这样的血案 曹操都不追究 人生碰到这样的一个知己 真的是很难得的 那么关于为这样的知己 宁可去死也不杀知己 这是可以的 这是应该坚守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 就是对官员来说 他选择杀曹操 那是违背他做人的准备 而他选择不杀曹操 放了曹操 这是知恩图报的这样一种 坚守这样一种道德品质 这是温馨无愧的 第二个方面 咱们可以再进步地看 曹操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打的是统一天下战争 哪怕是赤壁之战这场战争 能够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 从曹操当时作为汉朝宰相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要收金钟 要收江东 都是正义的行业 都是一统天下 让汉朝恢复一统天下的正义的行为 反而你割裂荆州或者割裂江东 这是不正义的行为 这是一种分裂的举动 所以曹操打的是统一天下的旗号 他占的是正义的这个立场 而刘备甚至向孙权顶多是一方诸侯 所以对关羽来说 义是曹操的选择 还谈不上什么是敌我不分 是什么散事立场 是什么不忠的表现 因为曹操是汉朝的宰相 我犯了曹操不过是犯了一个 汉朝的宰相而已 仅此而已 在这一点上 曹操实际上解释关羽的知己 当关羽斩了炎梁以后 曹操表中朝廷 分关羽为寿庭侯 让张辽专门送了一枚印章 给关羽上头刻的寿庭侯印四字 关羽拿到这个印以后不接受 退回去 曹操一看心里非常明白 所以另外刻了一方印 写的是汉寿庭侯之印 那个字 关羽看了以后 就非常高兴地接受 而且笑着说 丞相知无一言 因为关羽知道 我接受了曹操的风闪 我这不是想着曹操了吗 但是这个时候给我的印 是汉寿庭侯之印 我接受的是汉县帝的风闪 我当然非常高兴地就接受了 所以他和曹操之间有一种默契 这种默契就是关羽 实际上心心念念 是尊重汉室 是想恢复汉室的天下 想捍卫汉室的天下 所以关羽之所以看中刘备 在本质上当他看中刘备 是汉室的继承人 仅此而已 但当刘备还没有继承汉室的时候 真正汉朝的皇帝是汉县帝 那么曹操仅仅是汉县帝 手下的一个宰相而已 当然咱们还可以进步看 杀曹操这个命令 又不是刘备的命令 而是诸葛亮的命令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们有必要为了跟诸葛亮赌气 来杀曹操 这是第二个方面 咱们来理解或者同情 关于义室曹操的这么一种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